關節不退化 骨質不鬆 我是你的骨科醫師戴大維 這是2022年美國骨科醫學會所發行的 退化性膝關節治療指引的第二支影片 那在上一支影片我們有探討了 自己在家裡面要怎麼樣做關節的自我保健 以及物理治療附近到底哪些是有效的治療 那在這一支影片我們會講說 這個治療指引裡面到底提到哪些藥物的治療 還有打針的治療 還有手術的治療 那在藥物的治療方面到底哪些藥物是有效的呢 它裡面有提到兩種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乙溪安芬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普拿疼 那這個普拿疼的成分它是陣痛解熱 但是它並沒有消炎的效果 但是根據研究 它對於退化性關節炎的疼痛 也會有止痛的效果 那畢竟它比較不會傷胃 比較對腎臟的腎功能比較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是第一線建議使用的藥物 如果你的疼痛不是很嚴重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使用 以乙溪安芬來做一些止痛的使用 第二種藥物就是消炎止痛藥 消炎止痛藥可以在體內抑制發炎 讓我們的關節不要因為關節退化 那些軟骨磨損所以一直發炎 理論上可以減輕關節炎的疼痛 但是消炎止痛藥它長期使用就比較傷胃 另外對腎功能也會有影響 目前現在有比較新型的消炎止痛藥 它是長效型的 它也比較不會傷胃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用這種新型的消炎止痛藥 在有需要的時候使用 另外再搭配以西安芬 也就是普納拉疼 來讓患者在急性發作的時候 可以使用一陣子 讓他的關節不要一直發炎 不要一直疼痛 讓他可以盡快恢復日常生活 那接下來關於注射治療的部分呢 注射治療有幾個部分可以選擇 第一個就是在你的關節急性發作的時候 我們應該打的是消炎針 就是直接把消炎藥打到膝關節裡面去 讓這個關節正在很痛啊 發炎很嚴重的時候 可以趕快把發炎把它壓下來 讓你不需要吃那麼多消炎止痛藥 那當然這些消炎症 都含有一些類固醇的成分在裡面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 這些類固醇打到關節裡面 算是一個很安全的治療 它跑到全身其他地方去 造成其他的副作用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算是一個安全的治療方式 可以有效的緩解短期急性的疼痛 那接下來如果你會問說 那我不要打消炎止痛藥 我要打保養的針到底要打哪些呢 那根據這個指引呢 你可以考慮高濃度雪小板雪漿 也就是PRP PRP就是抽你自己的血以後 去把血液存化一下 把裡面的雪小板的那裡部分拿出來 那雪小板裡面就是負含有生長因子 然後我們再把它打到膝關節 或是分別打到發炎的部位 那在那個地方它就可以調節發炎促進修復 那理論上就可以讓你的膝蓋恢復的快一點點 那在這個指引裡面呢 它認為高濃度雪小板雪漿 它的證據等級不是非常強烈 但是有限的證據有支持它的使用 所以各位如果經濟上不是問題的話 是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一個治療方式就是神經阻斷術 也就是說呢 在膝關節旁邊有很多神經蟲在裡面 那其中有三個比較大條的感覺神經 它負責膝關節周圍的痛覺的反應 在神經阻斷術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打針的方式 或者是用燒焯的方式啊 讓那些神經不再感覺到膝關節的疼痛 這個就是神經阻斷術 那這個神經阻斷術呢 在這個指引裡面也認為是 有限的證據來支持 所以說各位有機會的話 想要試試看當然都是OK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進到手術治療的部分 那手術治療大家都知道 在最嚴重最嚴重的人工關節 最後當然就是只能換人工關節了 那除了換人工關節以外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手術的選擇 這個就是在你的關節還沒有整組都壞光光的時候 可以考慮的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有運動傷害的話 裡面有半月板損傷啊 半月板破掉 有些碎片在裡面啊 如果沒有辦法縫起來 也可以考慮就直接做關節性手術 就是一個微創手術把它拿掉 半月板的碎片就不會在裡面一直刺激 即局部的組織造成發炎 渴望也可以減少積水啊 減少膝關節腫脹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手術呢 就是截骨矯正手術 那因為有些人他是O型腿 有些人是X型腿 所以膝關節的轉骨 他的受力並不是很平均 那截骨矯正手術呢 就是在腳上面切一刀 腳把它弄直 然後再打一個鋼板 讓你的膝關節的內外側可以平均受力 這個在這個指引裡面也是說他是有限證據支持 那這個手術是有效的 所以呢各位如果是年紀不是很大 脫腰又不是很嚴重 但是呢卻有O型腿 X型腿這種問題呢 不妨可以考慮試試看這一種手術 好以上呢今天我們就是跟各位介紹 藥物治療還有注射治療還有手術治療 對於脫腰性膝關節炎的治療 這個是治療指引的第二支影片 那在第三支影片呢 也就是最後一支影片 我要跟您說 哪些治療是沒有效果的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而且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